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歐德妹 歡迎回來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待會再告訴你們 在這個講解開始之前 敘述開始之前 老頭要先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攸關這個顯示數字傷害的這個功能呢 之前常常一直被提及 我怎麼把東西拆掉 哇算了不管了 之前一直常常被問 就是自從我把這個數字顯示打開了之後 一直被問 我的那個私訊啊 我的粉絲團啊 我的email啊 反正就是一堆人在問 於是大概過了三到五天之後呢 老頭自己自製了一張圖片 我現在把圖片放在這個遊戲畫面上面 你們就直接按暫停 然後依照我的指示去做 這個數字就打開了 這個顯示傷害的數字就打開了 不過呢 我為什麼 非得要把圖片放在這上面來了 因為就算我已經把這個圖片做好了 放在我的粉絲團 放在我的YouTube的社群 放在 方舟方塊的這個社團 臉書社團 還是會有人問我 所以說我不如就直接把這張圖片放在這個上面來 這樣子你們看了之後呢 應該不會再問我了吧 如果再問的話呢 那我也不會想要回你了 因為呢 說真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要問 一大堆人在問我 我不可能一一的去幫你們做這些解套 我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我不是方舟方塊克服人員 好不好 所以說我基本上我是量力而為 但是呢太超過了 我就沒辦法了 先說這不是你們的問題好不好 這算是我自己處理不當 但是呢 這種東西就算你處理的在盡善盡美 還是會有很多人繼續問 好不好 那當然對方也沒有惡意 只是想要知道而已 可是 我真的盡力了 哈哈哈 好不好 我盡力了 我圖片就放上來這邊 你們要看就自己看吧 如果還是不會我也沒辦法啦 因為 我分身法術啊 我只是 小的只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並不是克服人員 好不好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那如果呢 一樣喜歡我這個系列呢 麻煩動動你們的手指 右下角一個喜歡 左下角一個訂閱 以及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我的頻道 感謝各位 那我們今天遊戲準備開始啦 那就是呢 我們今天呢 準備要去地洞了 之前有一集 我說過我要去神秘的地區 對不對 那個神秘的地區 其實嚴格來講 就是我們礦坑裡面的遺跡 老頭呢 之前在前幾集 我忘記是哪一集了 我在這個地洞發現了一個遺跡的牆壁 然後那個牆壁是沒辦法敲掉的 沒辦法敲掉的 這時候我就非常非常的 應該是講說非常的驚訝 就是說 原來這個地方居然有遺跡 但是我又不敢前往 所以說我就想說回來重整 但回來了重整的同時 我又想說那要不要做個治療藥水 因為我看到這些藥水可以做 然後又一直不斷的延伸到說 沒有玻璃瓶 沒有玻璃啦 然後沒有什麼必須去沙漠 所以說才會有上一集 然後也才會有牛龍的出現 不然基本上 我應該不會那麼快到沙漠地區 就是因為這個地洞的遺跡 所以我才回來 我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不好 所以說待會呢 我們藥水做一做 我們趕快燒一下沙子好了 沙子趕快燒一下 我們來趕快燒一下 這可以燒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分開進行好了 我覺得這個要分開燒 因為待會我還會去做別的事情 那在做這個別的事情之前 我覺得這個差不多應該燒了將近一半以上了吧 然後我們等一下燒 沙子 沙子 沙子燒完了之後 我們就會用 用我們的乾鍋 來做一下治療藥水 其他的我就先不管了 因為其實其他都算輔助啦 治療藥水比較重要可以補血 然後他要20個薑果 我們待會去多採一點薑果好了 紅色薑果的話 我記得冰箱 欸 奇怪 我記得某個地方有放紅色薑果 我還有紅色薑果 都在哪裡啊 怎麼都沒去啊 哈囉 紅色薑果果 哇 完蛋了 我的紅色薑果都沒了 是怎樣 等一下 讓我看一下 我記得我有留啊 我有留紅色薑果啊 完了 等一下要啟動我們的三角龍 好 那我們待會再慢慢打紅色薑果 我們現在這邊好像真的沒有紅色薑果 不知道為什麼就這樣消失了 好 那麼接下來呢 老頭是想要在這個周圍的城牆再加蓋一層 好 然後我又把這些恐龍都帶進來了 各位有看到對不對 我會再加蓋一層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 因為你看他們都會爬進來啊 都覺得很煩啊 我在蓋一層 只是想為了讓這些劍形象 比較容易爬上來的生物 暫時不要再進來 因為我真的覺得很煩 如果是像八王龍或是那種更大隻的爬進來就算了 我們沒辦法阻止他 因為我們打不贏 對不對 那最起碼我們這個蓋二層 第二層之後鱷魚 應該也爬不進來吧 如果還是爬進來 我再想辦法 再蓋第三層 就這麼簡單 好吧 那麼廢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開始動工 好 好啦各位兄弟們 老頭終於把這個圍牆蓋起來了 那其實各位看到奇怪 這個圍牆居然有分三種不一樣的形狀 這是老頭自己構想的 還不錯吧 不過呢 就是有點簡陋就是了 第一層是地基 第二層是石牆 第三層是精緻石牆 精緻石牆怎麼做呢 剛剛各位應該有看到吧 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建築設計小屋 你只要用原物料的這個石牆 就可以做成精緻石牆 然後呢 出現了就會變成這樣 這麼的精緻 顏色 不是顏色是這個 形狀都會不太一樣這樣子 不是要蓋兩層嗎 怎麼變多蓋一層 因為老頭在蓋第二層的時候 發現劍心象也是可以爬進來的 於是我很不爽 我乾脆連第三層直接蓋了 這樣子的話 應該可以禁止他們再爬進來了吧 應該可以了吧 不然的話再這樣下去 每一個都跑進來 我會受不了 再跑進來啊 那三角龍 三角龍也不見了 我記得剛剛有一隻三角龍跑進來 他現在很四向的又爬出去了 知道我要準備在裡面做室內大屠殺了 怕了是不是 對 像我們這樣牛龍就爬不出去了 那邊的那隻第二應該也是進不來了 非常好 我們現在終於可以獲得庇護了 我們這些可愛的生物 再也不用受到這些 不平等的摧殘 我覺得這以防萬一 我們這邊還是弄一下好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看地基嘛 一個 這邊也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一般的牆面 一般的牆面我剛有做 六個這個這個 一般的牆面 一般的牆面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最終的 這個精緻 好 這樣好多了吧 這樣子就延伸到這個地洞 到外面這周圍我還會再稍微補強一下 補強一下 不過時間上的關係 暫時先這個樣子 好不好 OK我們現在呢 接下來趕快去我們這個 做一下我們的治療藥水 我們玻璃已經燒完了 非常棒 然後我們可以直接做了 燃料用完了 哇靠這個 茅草燒這麼快啊 我們可以做35瓶 全部把它做一做吧 像這邊也燒完了100個 其實還蠻快的 說真的 大概5分鐘左右的時間吧 大概5分鐘左右的時間吧 為什麼這裡不能燒玻璃瓶啊 為什麼 我有玻璃啦 玻璃要帶在身上啦 哎呀該死了 還有這樣子的喔 不是都一樣意思嗎 帶料這邊做 跟你放在包包裡面做 他還不是要把它拉過來 神經病 哈哈哈哈 好我們趕快做一做 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這邊有6瓶 我覺得他這6瓶應該都要裝水吧 要怎麼裝 我看一下 還是說 不需要 裝水 是不是不需要裝水 我們看一下乾鍋 果醬 果醬我們三角龍那邊有 還是說這裡有啊 想太多了 果醬 果醬 你有沒有果醬啊 你沒有 你做紫色的 我感覺果醬都噴光光了 為什麼我們的紅果這麼的少 為什麼咧 為什麼咧 這個需要燃料 燃料是要用什麼 當燃料啊 煤嗎 真的是用煤 煤好像也可以耶 製作三瓶 哇 做一瓶要好久喔 原來做一瓶要這麼久喔 剩餘時間 你在跟我開玩笑 有這麼久嗎 我們看他一瓶做多少個啊 他會不會一瓶直接衝三瓶給你 這樣其實還蠻賺的我覺得 好我們就帶個幾瓶去就好了 好吧 我們帶個幾瓶去 我們看一下一瓶 雖然我不知道補多少啦 只能給一瓶喔 這麼慘喔 多挖一點 好啦差不多 時間也過了非常的久 我們這個藥水大概可以做了 二三十瓶左右 那 剩下的這些東西呢 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就只是做回復藥劑 能回復多少不太清楚啊 不過呢至少待會去這個遺跡的時候應該稍微有點保障吧 至於這個遺跡有沒有很大呢 我個人猜測應該是不大啦 但是以防萬一 我很怕死 所以說我們還是保險一點 好不好我們呢 趕快做一樣 可以防衛的東西 那剛剛老頭又突然想到說 我們上次有這個叫做明文書的這個東西 這是可以召喚裡面的一些 召喚一些生物吧 像是死靈法師 可以召喚骷髏頭 殭屍之類的 這個我也想要做看看 他現在這個材料呢 已經基本上都已經安妥了 我們現在只剩下石英的部分 好我們石英現在有50個 我們來做一個看看好了 這個應該像是一本書 然後可以幹嘛 其實我還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這是工作台嗎 跑下去了 這是一個工作台啊 沒有錯 為什麼他這裡就不能蓋呢 他這個範圍這麼遠嗎 管他蓋這裡好了 還蠻帥的 哈哈哈哈 飛起來的書 然後這邊呢有召喚喪屍 召喚骷髏 召喚瘟 瘟疫殭屍 我記得上次我們好像有打到 瘟疫之 喪屍之星是不是 我們上次有打到喪屍之星嗎 我記得還在啊 我們有打到啊 只是 那個會不會腐敗啊 如果沒有我們就沒辦法做了 我本來想說帶一隻去遺跡 喪屍之星去哪裡了 欸對啊 算了 我們沒辦法召喚殭屍了 如果要上次之星的話 我們要去多打一點殭屍 我們製造一下雷 雷魔法好了 我們現在身上有100個 全部把它做出來 反正這種東西不難獲得啊 我們用雷魔法去遺跡探險好了 啊對喔 在出發之前 我一直忘記一件重要的事情 來來來 這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須好好的 處理一下 就是取名字的事情 我忘了好久喔 我每次錄到一半都 欸對我等一下要講取名的事情 結果每次都忘記 好現在我們趕快取喔 我要取誰啊我想一下 牛龍 我看到有位觀眾說 老頭可不會取這個名字呢 叫做牛肉麵一碗100 為什麼要這麼取呢 因為我有一個老觀眾就叫這個名字 好 老觀眾了 快點自己跳出來啊 都叫你的名字唱名了 還不答應喔 對不對 牛肉麵一碗100 哪時候才能吃你的牛肉麵啊 是 是我的雷魔法啦 吸不吸 然後我記得那一次的遺跡 好像是在更深層 不是這裡 我要稍微找一下 我有點忘記了 不是這裡啦 沒錯沒錯是這裡 有沒有 我要到遺跡的牆壁了 有沒有就這裡了 找到了千辛萬苦 然後裡面居然有殭屍 好 我們就開始挖 好啊 你看那名字這麼近等級的殭屍 蛤 挖通了 挖通了 哇塞 而且這個是 而且這個是 這個地方是哪裡啊 What What 完了 我就下去我就會死 太高了啦 我該怎麼辦 這邊的確是挖通了沒有錯 但是 我們看可不可以往上走 不太行 這不太對啊 我們是挖通了沒錯 但是 這怎麼下去 繞另外一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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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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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哦 挖通了挖通了 這次更低 這次更低 來,我們來以防萬一 怕找不到路啊 我們在這個地方放滿了這個大理石 1,2,3 這就是我們的路標 往這邊找 應該就不會迷路了吧 我們在那邊挖通了喔 那這個感覺超大一層的 我們是要怎麼過去勒 欸 靠腰 有點危險 等下這邊一定會生怪,我信不信 你看他原來是這樣子搞的喔 他這個底層根本就沒有到遺跡的那個 遺跡的入口 他這個感覺,他的遺跡的那個入口是不是從上面,就是從 從前面 感覺啦,他的遺跡哪有人生在這裡啦 好,好啦,各位兄弟們 好,老頭呢,在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呵呵呵呵 老頭呢,一想天開的以為可以在這個遺跡裡面呢,挖到我們想要的這個圖,那個入口 結果沒想到老頭挖了一個多小時,怎麼挖也挖不到他的入口 我居然沒想到這個遺跡居然這麼的大 然後呢,老頭又稍微看了一下 是不是試著看可不可以挖通這個 直接把這個遺跡的城牆給打掉 但是後來我發現呢 這個遺跡的城牆喔 他需要的是鋼鎬 剛剛各位應該也有看到了吧,他所需要的是鋼鎬 鋼鎬這個的話,我剛剛稍微查了一下子喔 看一下 呃,鋼鐵的鋼嘛 鋼鎬鎬的話,他需要70等才可以學 所以說呢,我們這樣實在是 四倍功半 我怎麼這麼講 這個經驗告訴我們 沒有學會鋼鎬之前 不要亂探索遺跡 結果我今天感覺好像有點 呃 白跑一趟的那種FU你知道嗎 不過也還好啦,至少挖了大概10幾來個大理石 也是不錯了吧 各位,你覺得咧 老頭累了 一個多小時,什麼都門 什麼的那個路口都沒有挖到 實在也是有個累啦 我的天啊 好不好算了,我覺得 我們到時候等了70級 我們再去挖那個地方吧 我是有在這個 呃,巢穴 應該不是巢穴 我是有在這個遺跡的這個 牆壁上看到那些僵尸 正在活動當中 還有聲音 但是就是過不去 隔著一面牆 事業上最遙遠的距離 不是生與死 而是我明知道你在隔壁 我卻怎麼找也找不過去 挖也挖不過去 好吧 我覺得老頭累了 好吧,我覺得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很可惜的沒有帶給各位一些 精彩的畫面 雖然 老頭 很想要給你們看到 但老頭真的盡力了 那麼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左下角 訂閱右下角 喜歡的話 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方舟方塊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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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頻